欢迎来到成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新疆四美到底是谁 网友,迪丽热巴在她面前支牌第二 新疆自古出美女 甚至许多网友戏称 古代皇帝拼进国库也要把西域打下来的原因 就是西域美女多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 西域自古确实出了很多美女 现在娱乐圈中有很多美女 都是来自新疆的 其中有四位被网友称为新疆四美 并且还排了名次 你知道这四位美女演员都是谁吗 佟丽亚 佟丽亚出生于新疆伊犁查布查尔 2000年时 年仅17岁的她加入了新疆歌舞团 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 2004年 又加入了中国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 2006年时 出演影视剧《心不了情》进入娱乐圈 后来佟丽亚在娱乐圈有了一个外号 鸭鸭 这个来自新疆的妹子开始在娱乐圈努力打拼 2008年电视剧《母仪天下》上线 佟丽亚在其中饰演照飞燕 观众们也被这个长相美丽的女孩子深深吸引 鸭鸭鸭鸭7 selection IL 鸭鸭 Jo 佟与陈斯扇合作的《北京爱情故事》上线 上线 收视爆红 鸭鸭以遇到了自己以后的丈夫 ف少 佟丽亚也遇到了自己以后的丈夫 丫丫担任了主持人的工作 直到现在 丫丫已经成为自己家乡的代言人 鼓励娜扎 如果说佟丽娅是新疆温婉女人的代表 那么鼓励娜扎就是冷艳女王的代表了 娜扎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今年29岁 2011年时 19岁的娜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同年 他就出演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轩缘剑之天之痕》 被观众熟悉的他并没有继续在电视剧上努力 反而转战大荧幕 出演了几部优秀的电影 比如《全程通缉》 后来的娜扎在娱乐圈稳扎稳打 又出演了很多部经典的电视剧和电影 也获得了华鼎奖的最佳女演员提名 虽然最后没有获奖 但是也是对她的认可 迪丽热巴 不同于同利亚和古利纳扎 迪丽热巴身上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少女气息 热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今年29岁 2013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迪丽热巴 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阿纳尔罕》 这部电视剧还获得了第三十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 在其中凭借其出色的演技 被观众熟知的热巴 开始了自己的娱乐圈演绎之路 2015年 她出演的《克拉恋人》上线 虽然在剧中她只是女配 但是观众们好像都很喜欢这个在剧中大大咧咧的女明星 随后的热巴在娱乐圈声明确起 收获了大批粉丝 很多观众都喜欢上了这个来自新疆的少女 特也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的奖项 现在的热巴还在续写着自己的传奇之路 希望热巴能越来越好 为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的影视剧 哈尼克兹 佟丽亚是温婉 古丽娜扎是冷艳 迪丽热巴是清纯 那么哈尼克兹则是清澄 哈尼克兹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今年25岁 这位演员最出名的一段舞蹈 在综艺国风美少年中 哈尼克兹表演了一曲《一梦敦煌》 获得了网友的关注 后来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天舞剧 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上线 让他获得了新疆四美的称号 而且排名第一位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